教宗方濟國在星期一堅稱 凡帝港與中國的關係進展順利 但表示仍然會必須開展工作 向北京表明 篇主教會不受外國勢力的影響 方濟國在從蒙古反國逃中的新聞發布會上 談到了教廷與中國的交往 北京以及對宗教少數群體的鎮壓 蒙嘲著教宗對蒙古以佛教為主的國家的歷史性首次訪問 當他的飛機往返蒙古飛越中國領空時 方濟國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電報致意 教宗還向烏南巴托的主要尼莎結束時 向中國人民表示特別的自忌 他將香港現任及退休的主教帶到祭壇上 以表達他對華人的溫暖感情 但中環關係仍然緊張 特別是關於一項長達5年的 提名天主教主教的協議方面 2018年的協議制裁團結中國 據估計大約1200萬天主教徒 他們分為官方教會成員 以及忠於羅馬的地下教會成員 地下教會的出現是在共產黨上台之後 羅馬教廷與中國的外交關係破裂的時候 要求大約1200萬天主教會成員 賣給大約1200萬天主教會成員 達那約1200萬天主教會成員 超過1200萬天主教會成員 達1200萬天主教會成員 中環境地下教會成員 感谢观看